Hello, 三角貓,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煮這個湯粽 大家都知道, 當你做麵包或饅頭的時候 加入湯粽就可以令到焗出來的麵包和蒸出來的饅頭更加軟 所有材料都很基本 可以用高筋麵粉配上水 但其實你可以有一個改變 不用高筋麵粉可以用全麥粉或麥皮 除了碎之外, 可以用鮮奶或無糖豆漿 不過比例應該都是一樣的, 就是1比5 所謂1比5, 不同的老師的1比5也有少許出入 我自己在網上看到 有些是100g的粉, 配上500g的液體 另一款是100g的粉, 配上500ml的液體 你看到有少許分別 但我自己也試過, 我也覺得分別不大 我看你自己喜歡 而且你可以一次煮多一點 你煮多一點, 可以留在冰箱裡 到你要用的時候, 拿回要的份量 記住回溫, 可以混合其他材料 做麵包或饅頭 但我自己喜歡做一次就清一次 我不喜歡放在冰箱裡 因為我擔心會變壞 所以我每次要用才煮 例如今天, 我想要90g的湯種 我現在已經有高筋麵粉和水 我用了20g的高筋麵粉 加了100g的水 先攪拌均勻 預備定火 火開頭, 中火都可以 始終不要太大 你看到它有滾滾的, 可以放上去 因為我煮的份量不是太多 所以我會喜歡這樣隔水去煮 我覺得這樣容易控制一點 先攪拌均勻 你看到它現在有很多泡在這裡 你看到很多泡在這裡 攪拌均勻 調小火一點 記得一邊煮湯種的時候 一定要攪拌 不停地攪拌 不要停 煮到它會變得稠稠的 而且開始有紋路的時候 剛才你看到那些泡泡 已經開始散了 沒有了 那就差不多了 攪拌這個動作 不能讓它停 整個過程都要保持著 煮到差不多 我通常會調小火 因為它一OK的時候 它可以很快 即是稠起來的時候 差不多 你看到它稠地 你也可以看到混合鍋的底 看到 已經可以了 所以可以由 變成時間很快 所以一定要攪拌 不然它會黏住 這個湯種就要完成了 你看到它好像漿糊一樣 我稍後會在這裡 拿90克的湯種出來 剛才的湯種已經煮好了 我會在這裡拿90克的湯種出來 可能這裡會剩餘一點 我都會剩餘的 它大概是這麼稠 你煮完出來應該是 這裏有90克的湯種 我先把它蓋起來 先把它蓋起來 你記住 因為你不是馬上用的 你煮完之後 因為它也是熱的 所以一定要把它蓋起來 不過其實這個 我一會兒就用了 我就這樣蓋起來就算了 但大家一定要蓋起來 但如果你說 你煮多一點 會放在冰箱裡 我提醒你 不可以這樣做 你只要用保鮮紙 就是這樣貼著湯種 包好它 要這樣做 而且你記住 用的時候要回溫 而且只要你放了幾天的時候 拿出來的時候 看看湯種有沒有變成灰色 可能已經變壞了 所以我自己就 通常就像現在這樣 我用多少我就煮多少 這個份量 剛才我說 我想用90g的湯種 我煮了20g的粉 配上100g的水 它是有多的 但那個多 就真的不太多 它剩下就真的 真的少少 所以我喜歡煮一次 就用一次 我就不喜歡煮那麼多 放在冰箱裡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吃一些軟的麵包 我覺得 把食譜加入湯種 的確可以令到 麵包更加軟 所以如果大家 沒試過湯種 我覺得可以不妨一試 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令到麵包軟 希望今天大家喜歡我這個分享 拜拜